新報帶您來看到 昨晚間十點多一名修旅車駕駛 他不小心逆向就誤闖了 台北市內湖的環東大道 導致一名重機騎士閃避不及 直接撞上 騎士當場噴飛 墜落到十層樓高的橋下 傷重身亡 而受修旅車駕駛就說了 自己是跟著導航走 想不到逆向誤闖了環東大道 受這名女駕駛被依照了公共危險 還有過失商人致死罪嫌 一送法辦 重機騎士騎在環東大道上 看似一切正常 出現一輛逆向行駛 修旅車輛車撞個正招 騎士當場噴飛 車頭凹陷扭曲變形 重機幾乎成為廢鐵 這起車禍發生在內湖環東大道上 二十五號晚上十點多 一名女駕駛乘孩子放假出來玩 結束行程反駕駛 一次路況不熟誤闖上橋 要等上車一來 然後然後最好就是那個 開錯 才對我們看導航來 開錯然後就開放 當時女駕駛聽著導航指引上橋 驚覺自己逆向行駛 放悶速度往前開 但偏偏事件都被一旁隔音牆擋住 看不到正向來車 這使一輛正向汽車開過來 修旅車為了閃避進機向外切 卻沒料到後方又重出一輛重機 騎士騎士撞上正向汽車的後照鏡 再狠狠撞上逆向修旅車 力道過大騎士噴飛墜落十樓高橋下 當場身亡 其中重機騎士發生交通事故之後 跌落到平面道路上 消防人員到場搶救 到院前無呼吸心跳 根據了解這名重機騎士剛下班 還傳訊息給女友說準備要回家 卻沒想到遇上死節 兩人從此親人用歌 也呼籲民眾如果真的不小心 逆向一定要先減速把車停到外車到後 報警千萬不要繼續行事 記者綜合報導